非洲代表學中文時的破防瞬間 我的贏或者不贏不是這方面 你們可別說 我說不說了 你們可別說 我不是說不能跟別人說 因為我要講的是別人比我跟他比的 我剛來中國的時候是必須要先學漢語一年 你現在會了嗎 因為我們班旗裏面你最會 我們班旗裏面有一位日本人 然後呢 這個日本人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有一些漢字嘛 是吧 對 所以他可以會啊 所以呢 他在我們班旗裏面他的中文比較好 然後我們的老師他怎麼誇那個日本人啊 我特別不爽 我知道他從來沒誇過我這個老師 你又不爽了 我上課的時候我又不爽了 好 信心很乾 從來沒有誇過我一次 然後呢 最可怕的是他有一天我們在教室去上課 他急著說 說我是全幫中文最不好的女文 哈哈哈哈哈哈 這也是我的那句話 然後當時我 當時我心裡真的很難受 然後我回出房子裏面 我對著我的字子說 能不能對我很好一點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我是很傷心 我都不贏了 我是很傷心 快樂是自己給的 哈哈哈哈 你當時說什麼 我說我跟他們拼了 這是我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